黄马用C罗加现金换内玛尔,卡西终于说话了,求你,这话没毛病。 如果说过去八年,黄马最重要的球员是谁?毫无疑问一定是C罗,卡卡,伊瓜因,厄奇尔,赫迪拉,迪玛利亚,贝尔,本泽玛,有些人来了又走了,有些人刚刚来,但是一直在的,只有C罗,C罗,毫无疑问的黄马头牌。 从14年到18年,C罗帮助黄马一共拿下了四座欧冠奖杯,其中还有一个史无前例的,欧冠三连冠,这还不包括C罗给黄马带来的全球影响力,一个又一个进球,在梅西如日中天的时候,C罗是黄马唯一能够与之相抗衡的球员,但是C罗老了,33岁的C罗,在弗洛伦毕诺眼里,似乎到了可以变现的时候了, 根据塞尔电台1月的报道,黄马对内玛尔非常感兴趣,希望能够用C罗加现金的方式求购内玛尔,同时给内玛尔提供现在C罗两倍以上的工资,这不是无中生有。 在C罗第五次金球的颁奖典礼上,弗洛伦蒂诺就公开发言,认为内玛尔应该来黄马,只有黄马才能够帮助内玛尔拿到金球,当时还引起了很多球迷的愤怒,属于C罗的颁奖典礼,讨论另一个人获取金球奖的可能性, 这让C罗太尴尬了吧,弗洛伦蒂诺一直对C罗不感冒,这是众所周知,之前的J罗、贝尔,都是弗洛伦蒂诺用来代替C罗的候选人,直可惜C罗一直很给力,没给其他人机会,并且作为核心,带领黄马拿下四次欧管,让弗洛伦蒂诺一直没找到好的机会, 对,但是弗洛伦蒂诺也没让C罗过得舒坦,一个是工资,C罗现在的工资是没息的一半还不到,去年的时候,弗洛伦蒂诺说,只要C罗带领黄马夺冠,就许签新合同涨工资,C罗做到了,但是黄马方面就是一直拖,这一拖,拖到今年又一个欧冠到手也没个说法, 第二个就是税务方面,黄马的态度就是,这是你C罗自己的事情,和黄马无关,然后今年欧冠结束以后,又爆出了,要用C罗加现金的方式换内马尔,这说啥好呢?C罗对黄马鞠躬尽瘁,难道就是这么一个下场? 对此,前黄马工区门将卡西发言了,他说,如果是我,我肯定不会用C罗换任何一个人,C罗就是黄马,小编觉得这话没问题,很多黄马老球迷也纷纷留言,蒙奇地路飞,2018年5月31日,11点17分量了,261老队长说的没错,KMT2018年5月31日,11点50分量了,186 C罗这话由卡西来说太有分量了,狂放到光年,2018年5月31日,11点20分量了,156 C罗换内马尔肯定不可能啊,又不是NBA,球队说了算,FP能怎么样C罗,世界杯今年也踢完了,你黄马还敢板凳上,丢个金球先生不用,C罗要是真,愿意当天头,他对黄马的爱比卡西和老吴都深, 这是连自个的脸都不要了,泛舟舟,2018年5月31日,11点25分量了,75 感谢老队长对罗的支持,毕竟一起合作过的老同事,有交情在,DSNHEDMAF2018年5月31日,11点22分量了,103喜欢黄马的,应该对这样的交换都不满意,除非是无比高贵的个别对你,狂放到光年 2018年5月31日,12点08分量了,39大巴黎要C罗直接买就行了,他根本不缺买C罗的钱,现在就是黄马大如意算盘,又想C罗走,又想榨干C罗身上,最后最后一点利益,摸着图米 2018年5月31日,11点33分量了,18卡锡代表的是打工者的立场问题,是老板不这么想,资本家哪有这么温情,劳尔卡锡哪个能善终,C罗也必然不能因为主席是弗洛伦蒂诺,他不会给你们付养老金,像米兰这样在上个时代,很多球星可以踢到退休的,很罕见毕竟企业文化不同, 确实,C罗年纪大了,再被黄马利用一次,榨干最后一点利益,也无可厚非,但是,还是希望黄马,看在C罗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兢兢业业的份上,能给C罗一个体面的离开,如果用C罗加现金换内马尔,再给内马尔两倍的C罗工资,这太没有人情累了,更何况C罗并不是已经在黄马混日子养老了, C罗对黄马的贡献,超过全对任何一个人,如果黄马一亿功行这么做,那么在欧挂上,遇到C罗不会怕吗?